第1625集 叶好轩 看你这样 我感觉有些诡异啊 刘晴看叶好轩被五花大榜在这里的样子 他不由地感觉到有些好笑 他拿了一些水 为了叶好轩一点 看我现在的样子 是不是挺有喜感的 叶好轩无奈地说 我也不想这样啊 我还是第一次被人五花大榜地吊在这里 你以为我愿意啊 那也没有办法 你期待我的约是快点来吧 不然的话 你就摆脱不了这种束缚 刘晴的话音刚落 他就感觉到有些异样 他不安地扭动着身体 然后看了叶好轩一眼 有些扭念 怎么了 来了 叶好轩看他的样子有些异常 不由地问道 嗯 来了 刘晴的脸通红 他小声地说 怎么说来就来了呢 以前挺准的呀 姑奶奶 你得感谢你的亲戚提前来看你 不然的话等他们举行完仪式 那就真的完了 叶好轩 叶好轩哭笑不得地说 那 给你了 刘晴说着拿出来一碟卷好的卫生纸 上面只有一点红 他坠坠不安地说 够了吗 够了够了 一点就够了 快 摁到链子上去 刘晴把手中的那点仅有的血 按到了铁链上 一抹悠悠的蓝光一闪而过 那些原本光彩流动的神纹 在这瞬间变得暗淡无光 叶好轩活动了一下 就要挣脱枷锁 就在这个时候 他神情一紧 魔后来了 小心点 啊 他来了 他怎么会来了 我 我可以怎么办 刘晴吃了一惊 他真的是怕了 他的一切恐惧 全是那个活了几千年的老女人带来的 现在他突然要过来 这让刘晴十分的紧张 两半 别紧张就是了 你就平常心面对 你放心 在祭祀完成之前 他不会对你怎么样的 现在我已经恢复了自由身了 只要选个时机 我带着你跑就是 你上次是挺容易的呀 刘晴急急地问道 哪有那么容易啊 叶浩轩有些哭笑不得地说 他刚刚苏醒的时候 魂魄比较弱 那个时候用三昧真火对付他 是有点效果 但是事隔了这么久 他又卷土重来 这些天他不可能没有一点进步的 所以他对真火也不是那么惧怕了 那怎么办 刘晴有些着急地说 我 我怕他 我是真的怕见到他 没事 有我在呢 看到情况不对的话 你就跑 叶浩轩安慰他 先顺着他的意思来吧 那 那好吧 刘晴点点头 他深深地吸了几口气 努力地让自己平静下来 他刚刚稳定了情绪 这间门一开 一个女人走了进来 这个女人穿着一身现代装 虽然时隔挺久不见 但是叶浩轩和刘晴 还是一眼就看出来 这个女人 就是之前见过的奈菲利塔 她还是那副清理的样子 如果不是之前知道她的情况 谁也不会把这么漂亮的女人 和那个丧心病狂的魔后联系到一起 看到她进来 刘晴不由自主地退了一步 她对这个女人还是有种天生的畏惧的 她感觉到肩膀上一阵灼热 那个印记在遇到对方以后 似乎是有什么呼应一般 啊 敬爱的我主 我们已经按照您的吩咐去做了 阿伯塔带着一副激动的表情 她带着她那一杆手下 一个个扶倒在地上 连头都不敢抬一下 下去 准备祭祀 奈飞塔利轻轻地一鹤 阿伯塔带着人退了下去 啊 我们终于又见面了 奈飞塔利向刘晴伸出了手 刘晴本能地后退了一步 你还是这样怕我吗 奈飞塔利凝视着刘晴 她淡淡地一笑 你不该这样怕我的 因为我们迟早会是一体的 清川 你这是一厢情愿的想法 刘晴努力地让自己保持平静下来 我可从来没有答应过 要让你借助我的身体重生 你这是强人所难 我想要做的事情 有人能阻止得了我吗 奈飞塔利向刘晴伸出了手 过来 你不应该这样怕我 随着她的右手招出 刘晴的目光在这一瞬间 变得呆滞了起来 她机械地移动着自己的身体 然后一步一步地 走到奈飞塔利的身前 伸手触在刘晴的脸上 在她冰冷的右手抚摸下 刘晴毫无反应 你这样不是太好吧 叶浩轩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她觉得这个魔后 可能是悲观的酒了 她现在有些变态 没错 是变态 不过话要说回来了 妄图想颠覆这个世界的人 又有几个人是正常的 我想做什么事情 从来不会考虑这件事情好不好 重要的是 我想不想这样做 奈飞塔利笑了 挺自负吗 哼 叶浩轩小了 可你有没有想过 在几千年前 你为什么会失败 你迷惑了皇宫 法老 让他们父子兄弟反目成仇 你距离你的计划 只有一步之了 可是你却失败了 你有没有想过 你为什么会失败 叶浩轩小和和地说 那是因为 有些事情 不是你想做就能做的 几千年前 那次的事情 只是一个意外 提到几千年前的事情 奈飞塔利依旧还是咬牙切齿 如果不是那个软弱的男人 最后背叛了我 我现在已经成功了 如果不是他最后拖了后腿 我们现在应该已经统治整个世界 拥有不灭之体了 都几千岁了你还这么天真 叶浩轩无奈地摇头道 你这样天真真的不多见了 真的 你现在有什么资格质疑我 奈飞塔利依旧了 你不要忘了 你只是一个鸡下囚罢了 等我重生了之后 我会用那个女人的躯体 七手杀死你 真残忍 叶浩轩摇摇头 我真的不知道你的心里到底在想什么 难不成 把你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 对你来说 这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吗 你说对了 把我的快乐建立到别人的痛苦上 对我来说 的确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哈哈哈 奈飞塔利哈哈大笑 你要知道 奈飞塔利 叶浩轩认真地说 你现在所处的这个世界 和你几千年前所在的世界 已经不一样了 你以前的那些想法 在现实社会中 是行不通的 是吗 我倒不觉得有什么不一样 人们的心中 还是充满了奴性 说真的 这段时间 除了恢复之外 我也了解过 这个世界上 最近几千年的历史 从封建社会的结束 从第一次工业革命 到近代 你们称之为科技的东西 突飞猛进的发展 我见证了这个世界的变迁 我也知道 你们现在的人类世界 讲的是和平 民主 自由 你既然知道 那就要知道 现在的人心 有多难收复 这不是你所处的 那个奴隶时代了 叶好轩摇摇头 所以你的想法 有一大部分 是行不通的 是吗 我可不这么认为 奈飞塔利笑了 他悠悠地说 不管再怎么变 这个社会 这个社会再怎么发展 有一些东西 始终是一成不变的 那就是奴性 奈飞塔利 呵呵地笑道 不管到什么时候 人的奴性 始终是改变不了的 现在虽然他们表面上 很讲究 但他们内心 始终有阴暗的一面 这阴暗的一面 就是奴性 你对人性研究的 挺透彻的嘛 叶好轩有些意外地 看着奈飞塔利 可是你不知道 现在的人 已经不是以前那种 社会人的性格了 有压迫 就有反抗 呵呵呵 你也不要把自己的未来 想象得太完美了 叶好喧小了 那么我们就赌一把吧 那也非塔利笑了 我赌 我会成功 等我苏醒之后 会和黑暗之神 重续之前的祈愿 到时候 整个世界 都会降伏在 我拉王林军团之下 那时你没有看到 这个世界的版图 有多大 叶好轩简直无语了 没文化真可怕 他不知道 这个世界有多大 他真的以为 这个世界上的人 都是软柿子 叶好轩 说真的 你是这个世界上 少有的精英了 奈飞塔利 呵呵一笑 你有没有想过 投一个民主 民主 叶好轩有些诧异地 看着奈飞塔利 你所指的民主是谁 是你吗 你这样 我能认为你是想把我 收为你的手下吗 呵呵 你还不算是太笨 奈飞塔利笑了 没错 现在 我刚刚苏醒 几千年前的老部下 全部都死了 即使是有些强大的 没有完全死 他们也被封印在一起 说白了 我现在手下无人可用 而你的实力不错 我呢 突然对你来了兴趣 所以 你有没有考虑过 跟着我 你手下无人可用 叶好轩诧异地说 刚刚那群人 不是对你唯命是从吗 那些人不是人 那些垃圾 他们也配 奈飞塔利冷横了一声 我需要的是真正的强者 有实力的人 那些人只是一些普通人 他们帮我跑跑腿 还算是可以 但如果他们想成为我的核心 那是不可能的 你把我当成强者了 叶好宣问 当然 至少在这个世界上 你能被称之为强者 奈飞塔利根根一笑 不知道你的意思如何呢 我既然是强者 那么我为什么要屈服在你的手下 你认为你比我更强吗 叶好轩又笑 他觉得这个女人脑袋有坑吧 在远古的滑下 强者如云 叶好轩什么样的狠人 没有见过 这魔后算是什么玩意儿 他不过是一个被关了很久 疯化了的木乃衣罢了 说句不好听的 他就是一句干尸啊 可是现在这句干尸 居然还让叶好轩屈服 叶好轩感觉到有些荒谬 他感觉 这个世界真的是疯了 因为恢复后的我 远比你想象中的强大 奈飞塔利盯着叶好轩 你应该已经看出来了 这个世界已经发生了变化 在不久的将来 真正的强者就会显示 而在这乱世中 你不想有一份自保的能力吗 那就是现在的你不算是太强大 所以需要我的帮助 只有我帮助你走向强大以后 你才会真正的强大起来 没错 早在几千年前 我的真身是很强大的存在 真的强大的话 你也不至于会被关在封印里面几千年了 叶好轩冷笑了一声 你也不要再往自己的脸上贴金了 这样也没有意思 我觉得你得弄清楚你自己的位置才行 我很清楚我自己的位置在哪 奈飞塔利冷笑道 我只问你一句 如果不行 你就只有死路一条 这么说吧 是女人 既然是女人就有可能会 头发长见时短 当然 这个世界上从来不缺知识女性 但绝对不是你 帮助担心 危陪 4 6 7 7 7 9 8